端午节连续假期光复乡 马太安部落特别在吉利潭 事办了华州挺的竞赛活动 获得了部落族人热烈的响应 踊跃组队参加 虽然筹办的时间有些仓促 但是乡长林清水 仍然特别自掏腰包的道场 来力挺支持 活动的策划人 香带会副主席蔡智辉表示 由于吉利潭是他们祖先 起雨的地方 因此借此重申部落的传统领域 来凝聚部落族人的共识 部落华州挺队伍 在吉利潭美丽的湖光三舍中竞速 穿过知名的拱桥后折返 选手们各个奋力滑翔终点 这是光复乡马太安部落 华龙州庆端午的活动现场 这不仅是光复乡马太安部落首度办理 也是吉利潭第一次有端午华州停赛 虽然筹办时间有些仓促 但仍获得部落族人的热烈回响 老中青 踊跃 组队禁竹 乡长林清水也特别到场 自掏腰包 力挺支持 马太安部落端午华州停竞赛活动策划人 向代会副主席蔡智辉 除了感谢工部门成功整顿吉利潭园区 由于吉利潭早期为部落主线的其余之所 因此也希望借此重申部落传统领域 凝聚族人对部落的共识 办这个活动是一般面也让我们的年轻人认同 这个吉利潭就是我们过去的 跟我们马太安的族人有息息相关 也可以偶尔从老人家这边可以听到一些过去的故事 一些在这边也可以听到一些我们的老人家的述说 就是骑鱼 以前就是在这边是一个我们骑鱼场 那最主要就是达到大家亲子活动 光复乡马太安与太巴朗部落为全国原住民阿美族的最大聚落 太巴朗部落有心之有年的端午传统筑筏竞赛同庆 马太安部落拥有身经百战的龙舟队选手 因此部落不落人后 今年首度在吉利潭骑鱼场四半华州艇竞赎同乐 未来也希望能够成为在地部落的节庆特色休闲活动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